在经历了一周的拥堵过后 洛杉矶关闭的10号高速公路终于开放了 那这也是我自大火之后第一次开上这段高速 说实话路况与往常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可以看到双向的十条车道都已经开放通行了 那路面也是没有焚烧过的迹象 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这段高速 在11号凌晨因下方堆积物着火 持续焚烧了三个小时 约有100根承重柱被大火焚烈 州长纽森表示 经过专家一系列的评估 与八个昼夜抢修后 10号高速终于赶在感恩节假期到来前顺利重启 截至下午1点 高速下方还有部分工人在施工 因此司机们可要注意了有部分杂道口仍然没有开放 在过去的一周里当局也在持续调查起火原因 加州消防局于周六公布了纵火犯的照片和相关信息 涉嫌纵火的嫌犯身高6英尺 体重在170到190磅之间 黑发种族不明 年龄约为30至35岁 左腿可能有烧伤 照片中 他身穿黑色连帽衫 蓝色短裤 灰鞋 绿围巾 并且背着一个深色的包包 然而目前还无法确认嫌犯的身份信息 因此执法部门呼吁知情民众提供线索 以上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佳音在洛杉矶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